今天來看到無照酒駕肇事還落跑 被撞的女騎士不幸喪命 台中市大理區清晨一名騎車買菜的婦人 被轎車從後方高速衝撞之後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送一不至 而肇事駕駛加速逃離 在距離約600公尺的地方 又自撞路邊的兩輛車 被轄區警方逮捕 警方調查發現 她不但沒有駕照 酒測值還高達0.95 婦人騎的機車來到路口 一輛深色的進口轎車 從後方高速衝撞 婦人彈飛到前方安全道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清晨五點多 路口傳出巨大撞擊聲 附近居民趕緊協助報警 現場滿地都是車體碎片 機車還被撞成一團廢鐵 66歲女騎士疑似買菜途中 慘遭轎車猛力撞擊 送一搶救還是不幸身亡 而肇事駕駛居居然還加速逃離 看到這樣我就趕快跑去打電話 很快就跑了 我都看不到 他超快的 肇事車輛在達至路和橋城路口 衝向機車後 又在距離約600公尺的東光原路 自撞 路旁貨車和轎車慘遭波及 被轄距警方逮捕 不僅無照駕駛 酒車值高達0.95 我想這台車要報警察呢 這還要曬機的時候 不知道要撞死多少人呢 他當時可能因為酒後駕車心生畏懼 所以馬上逃離現場 犯險呢 以往沒有酒後駕車的一個前科紀錄 但是這次他的酒車值是嚴重超標 本分局一定會嚴正執法 25歲流星肇事駕駛的父母 第一時間來到警局配合調查 強調自己的兒子平時都只會在家喝啤酒 而車子是貸款買來的 如今沒有駕照還酒駕上路 撞死人還照逃 害一個家庭因此破碎 警方訊控移送地監署偵辦 接著從李嘉明 陳志杰 台中報導